欢迎观看观点 我是真飞 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 周四在一个采访中透露 川普接下来两年的大计划 他说川普在未来几年有很多的目标 但是未来几个月 他预计会成为美国选举诚信方面的领导者 保障选举诚信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但是这些事情永远都没有办法在华盛顿完成 因为那里有民主党议员组党 这个问题不会被认真的对待和处理 可能几个月川普就会推出全面成型的计划 而这些计划会与各州以及立法机构合作 来保障美国未来的选举公正 他说川普计划还有在2022年 帮助共和党人迎回参众两院 以阻止民主党的疯狂行为 以至于川普会不会在2024年再次参选总统 他说川普还没有定 川普卸任虽然带着遗憾 但是历史终将会还原2020年美国大选的真相 川普的是非功过也会由后人去评说 我们回头看过去4年川普的业绩 最大最主要的或许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内 他的一系列政策基本上都在引领美国回归传统 另外一项是对外 完全扭转了前几任之下对中共的绥靖政策 而这两项其实又是一提的 什么在侵蚀美国的传统 那就是共产主义 我们以前的节目分析了很多做过的朋友 推荐你们去看美国的分裂与川普的顾虑 所以川普的内外政策 自始至终都在抵制共产主义的邪恶势力 表现在世界格局上就是带领美国 开启了不可逆转的灭共时代 我们前几期节目讲到川普提前30年解密的印太战略 这份战略是三年前制定的 所以实际上川普在任期很早的时候 就打下了如何击垮中共政权的大忌 并且不断的在各个战场推进 贸易战 科技战 经济战 外交战 人权战 军事战等等 一步一步的升级打击 直到今天的完全脱钩 而前几年看起来还不可一世的中共 今天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担心 自己能否继续生存下去了 对于美国的内部 在川普之前 很多的美国人都没有看清中共的本质 那如今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被川普唤醒 从疫情和知识产权的侵害等等 美国人才意识到了 这场与中共的新冷战早已经开始 美国不是应战的太早 而是应战的太晚了 川普作为美国的总统看清了中共 使出的让人眼花缭乱的虚招 以及各种面具之下真正的面目 他顺天应时推动了这一个进程 也就成就了他最伟大的功绩 更加重要的是他唤醒了美国 也唤醒了世界 现在如何应对中共 已经成为每个西方世界国家 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的问题 这也同样是外界关注拜登团队的焦点所在 拜登是否会削弱川普对华的强硬态度 或者是选择一条中间的道路 还是像他的外号一样 中国拜登 他和中共身后的关系 会使得美国一步一步变成中共的玩物吗 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问题 开始之前还是请大家查看一下你们的订阅状态哦 最近有很多退订 所以千万不要被油管给退订了 拜登就职入主白宫之后 第一天就签署了17个行政令 推翻了多个川普总统的举措 包括停止建边境墙 重返巴黎西后协议 停止退出WHO等等 而他的幕僚长罗恩·克莱恩 发出的第一个指令就是 各机构负责人立即撤销川普政府 在最后几天发出的尚未生效的规则 要进一步审查 我们知道川普任期的最后几天 连发了多个行政令打击中共 所以那些行政令很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阻力 但是事实上变化已经出现了 拜登上任的第二天 国务院网站的政策议题 发现策下了6个核心的议题 其中就包括中共威胁以及5G安全 中共威胁是彭大元帅去年11月推出的栏目 里面详细的概括了中共对全球和平和安全构成的威胁 并举了掠夺性经济政策 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 暗中破坏全球规范与价值 在海外的威逼利诱伎俩 漠视人权以及破坏生态环境6项内容 非常犀利一针见血 可是现在已经被全部撤下来了 虽然前段时间拜登的国务卿提名人安东尼·布林肯 在参议院听证时说过 认同中共对美国威胁最大 但是他也说了 他并不认同川普政府的相关策略 比如他说中美有合作的一面 拜登的助手也已经暗示 他们很可能会与北京在某些方面展开合作 看过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可能还记得 布林肯和好几位拜登内阁 都与一家叫做西政咨询的顾问公司有牵连 这家公司就是布林肯创办的 主要是为商业领袖们 提供政治和政策方面的专业知识 帮助这些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赚钱 说白了 这家公司一方面用政治经验为客户出谋划策 另外一方面为客户扩大生意 牵线搭桥搭去哪里 想想亨特做生意最终的那根线搭去了哪里 就知道了 而客户是谁呢 西政咨询已经被爆出 曾经为一家军工背景的公司服务 这里面有没有中共的影子呢 对于西政咨询与中共的关系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但是拜登内阁当中 与中共有密切关系的 还不止一个两个 拜登的中情局局长候选人William Bynes 就与中共有长达7年的关系 其中一个关键的桥梁 就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自己称说是外交政策智囊团 在全球包括北京设有分布 而中情局局长候选人Bynes 正是这个基金会的主席啊 这个基金会和中共的关系那是不浅啊 多条关系线与中共交缠在一起 一条是与中美交流基金会的关系 中美交流基金会是中共统战工作的一部分 以及为美国政府列为外国代理单位 那么卡内基基金会 和中美交流基金会的关系有两层 南华早报报道 中美基金是卡内基基金会的捐赠者 双方也经常合作 致力于促进中美交流 比如赞助中共官员 去卡内基基金会演讲交流增进感情 去做交流的中共官员 有红二代 有解放军 自然是少不了中共的高官 而卡内基除了接待之外 一方面时不时的在美国发出 对对华政策决策者提出的美中关系建议报告 强调合作胜过竞争 另外一方面在中国与中国学者一起写文章 为中共贡献对美关系的建议文章 而这个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 就是拜登的中情局局长候选人 中情局我们知道通过情报分析 要给美国政府重要的决策建议 如果不能够百分百客观的分析情报 那对一个国家的决策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这一位在过去7年与中共统战组织 建立良好有益的基金会主席 是否会客观的以美国利益为上 权衡与中共有关的情报处理呢 很是让人担心呢 而且他领导下的卡内基基金会 与中共的关系还不止这一点 另外一条线是与清华大学 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关系 这个中心与中共的关系更加直接 中心的两位负责研究员 一位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成员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中国商务部的顾问 而这一个中心所在地就在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在培养中共高官方面的成绩呢 就不用我多说你们都知道了 他在中共体制内扮演的角色 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大学那么简单了 所以就像我们可以预料的到的 这个中心举办了很多次中美合作交流会议 佩洛西之前的众议院议长Paul Ryan 赵小兰还有John Kerry都参加过那些会议 这只是拜登内阁成员当中 与中共关系中的冰山一角 这样的环境不禁让人很担心 川普打下去的江山难以在拜登手上维持下去 在拜登的手上中共的威胁是不是会加剧呢 中美关系会逆转吗 我觉得可以预见一些变化 拜登政府继续延续川普政府对中共的打击力度 可能性不大 中共的态度也很明显 拜登一就职中共就宣布要制裁美国高官 时间掐的那么准 川普四年把他们都打趴了 拜登不上他们敢发这样的声明 而拜登一上位第一时间就发 这也是对拜登的一个提醒 看啊我其实是很强硬的 你小心点 不过呢虽说有些许的变化 但是我估计不会大 因为川普的对华态度 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局面了 这个大趋势任何人上位做总统都改变不了 历史上多少届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误判造成了惨重的教训 这个具体我们以后再说 而川普这四年的任期 对中共的打击不是心血来潮的 现在回看那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而且这种密集的打击 已经在美国在全世界造成了一个移去不复返的灭共大势 而对于中共马列主义政党 它的内政外交 都是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操控下确立和实施的 无论表面上看中共对美的态度怎么变 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它是反资本主义 是要挑战战胜资本主义的 所以必然与资本主义美国为敌是美国为敌 这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决定的 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会改变 所以这样的定位决定中共必然会暴露更多的本质给世界 因为它难免 就算拜登内阁多亲共也难以抵挡世界的注目 再有现在疫情还没完呢 现在还有不少国家谴责中共掩盖病毒起源坚持调查 多国疫情重燃 死亡人数不断攀升之际 美国作为世界的领头羊 能躲得了在这场对抗中摆放自己的位置吗 那时候也不见得就是拜登能够独断的时候了 那时我们说2020年美国大选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选举 川普能否连任是美国的转折点 而现在拜登上位 一样面临的是美国前所未有所处在的实质路口 对外能否正确的看清所面对的最大威胁 对内能否解决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腐蚀的美国社会 就像我们开头说的 解决内外问题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认清共产主义 首先要看得清中共 因为中共执行的就是共产主义 从这里深刻的了解共产主义 识破它的各类假面具 认清它的危害 再回来运用到分裂的美国社会 就能够看得清哪些实质上是共产主义政策 比如经常被左派引用的平等 实际上是保护机会的平等 而不是结果的平等 那这样一来就能够让我们有一双慧眼 杜绝共产主义政策 这样下去我们就能够距离传统 距离美国国父建国的初心越来越近 也才能够真正感受到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 从一分硬币到一百美元纸币都印着的那句 我们信仰上帝的深远意义 这不就是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走的那条路吗? 好啦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你们有何感想 给我留言哦 感谢您观看今天的真观点啦 我是真飞 我们很快又再会哦